今天一早,中国又出招了,又出手了 中国再一次违反WTO以及ECFA的相关规范 那片面的来宣布终止对台湾ECFA134项的产品关税减让 当然最主要是石化业 当然也有小部分的纺织机械运输工具等等 对于中国这样再一次的以伤逼证 那我们行政院会表达不满吗 我们做的相关的因应跟回应是什么 旧教育院长 任何对国家的人民跟产业有产生伤害危机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如何保护我们的人民跟产业 以及适时的向国际社会透过正常的管道 表达我们反对跟希望能够更正的态度 我也希望国际任何组织的任何成员们要能够习惯 要能够适应在国际组织里的生活 不要随便的去更改互动之间的规则 这样才能在国际间取得恒平的地位 所以应当是陆委会也应当会有清楚的声明来表达我方的不满及抗议吗 是吗 请陆委会 是 谢谢委员 有关于这次中国大陆 再次以这个贸易制裁的理由 说我们违反ECFA相关的事由 只会扭曲两岸经贸原本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 阻碍两岸在国际产业分工架构的分工模式 更让两岸的经贸渐行渐远脱钩锻炼 我想相关的责任应由陆方全部负担 我们也是呼吁陆方这种不符合WTO及ECFA的规范 我们呼吁双方还是要透过协商 针对两岸贸易的分歧 我们呼吁陆方应面对两岸的现实 去除一些政治障碍 让双方物质沟通解决 这样两岸的经贸才是最有利的方法 经济部门对于相关受创或受冲击的产业 是不是做好万全的推演跟准备 是的谢谢委员 在经济部这边我想我们会针对目前的状况 跟实际受到伤害的业者 可以他们充分的沟通 然后协助他们转移市场 快速启动好吗 快速启动好吗 谢谢几位的答复